大家好 五花肉不管怎么做 切记不要直接焯水 教你一招 五花肉鲜嫩多汁 肥也不腻 不腥也不柴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五花肉非常好吃的做法 先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加入清水让食盐化开 把五花肉泡在盐水里面浸泡五分钟 盐水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泡好之后冲洗两遍 把五花肉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 冷水下锅可以使五花肉竖着均匀 才会慢慢的将内部的血腥很好的释放出来 上面漂浮的这个浮沫 漂着的就是五花肉内部的血腥释放出来 预热然后形成的 这就是五花肉腥味的根源 把这些浮沫煮出来 这样五花肉就没有腥味了 把煮出的浮沫撇出去 然后把五花肉捞出再清洗两遍 清洗干净 把五花肉放入砂锅 加葱姜和干辣椒 再加入一包红烧料 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再加入半罐啤酒 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五花肉 盖盖小火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 打开看一下 哇 真的太香了 然后大火收汁 美味的红烧肉就做好了 肥味不腻 真的太好吃解馋了 希望就在家试试吧